这个女人的第一次居然不穿嫡库 在公共的生日聚会上 她在游泳池边喝醉 与一个陌生男人发生了一夜情 这个女人叫志妍 深夜她和男友勋哥 情不自禁地进行了复聚离接触 一阵翻云复雨后 二人心满意足 第二天一大早 志妍早起赶去公司 她看着辛苦一夜的男友有些心疼 刻意没有叫她起床 想要她多休息一会 只是轻轻亲吻了一下她的脸庞 并独自出发上班去 到了公司 志妍精神饱满地与同事们打着招呼 闺蜜操了过来想闲谈 还没来得及张口 志妍就提出了最近要加班 闺蜜嫌弃地说她是个工作狂 然后询问她关于和勋哥结婚的事 志妍表示勋哥会搞定一切 闺蜜很是羡慕志妍 她觉得志妍作为女神 长得漂亮不说 找到的男友也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一生 又体贴又喜心 个人能力也非常的强 一上午的工作忙完 勋哥主动给志妍打电话包起了电话周 她请求志妍帮她给外包公司打电话 因为勋哥的父亲即将过生日 她准备给父亲举办一个生日聚会 志妍答应了 二人挂断后 她马上打给了全国最著名的JL公司 确定了时间地点 对方连连答应 而后志妍又开始了工作 由于工作太忙压力太大 志妍每天都要夜处理到很晚才能回家 丝毫没有发现 有一个穿着连贸衣的黑衣人 一直偷偷尾随着她 黑衣人似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对志妍动手 直到她摸上了志妍的车 一个惊天阴谋就此出现了 第二天志妍迷迷糊糊地向公司行进 没想到半路上车抛锚了 她看着前车盖冒出的白烟 焦急地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保险公司没有接听 正当志妍交集的时候 一个英俊的陌生男人骑着摩托车路过 她停下来询问志妍 需不需要帮助 志妍告诉她车出现了问题 男人检查了一番 表示现在只能要脚拖车了 周围慌慌人烟人气汗志 男人好人做到底 索性直接将志妍送到了公司 志妍下车的时候正好被闺蜜看见 闺蜜一脸八卦地询问 志妍说是车坏 然后拉着闺蜜一起上了楼 二人合力搞定了最近合作的大项目 另一边 那个男人也来到了公司上班 他踩着点走进公司 正嚣张地在上班时间公然健身的时候 志妍打电话给她表示感谢 她客气了两句 突然说她觉得他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志妍不明觉厉 男人却挂掉了电话 没过几天 轩哥向志妍求婚了 轩哥不只送给了志妍比鸽子弹还大的钻戟 又为志妍买了 连奥巴马都吃不上的巧克力 志妍高兴地同意了 他要求轩哥在他父亲的生日那天早点回来 因为他实在不想独自面对公婆 轩哥一口音响 二人喝着红酒 又开始情不自禁了 很快就到了轩哥父亲生日那天 JL公司不愧是业界良心 早早地便来布置场地 准备高档的洋酒和餐点 曾经帮助过志妍的那个男人也在这里 此时他正对着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 原来他是JL公司的员工 晚上轩哥父亲的生日聚会正式开始 优雅的小提琴声响彻整个场地 众人全都快乐地吃吃喝喝 志妍给轩哥打电话却一直没有接通 轩哥母亲过来询问轩哥何时过来 志妍紧张地回复 轩哥父亲过来解围并且关心志妍的工作 轩哥母亲却打击道 等你结婚了就没法工作了 你要照顾丈夫和宝宝 志妍表示他们最近不打算生小孩 轩哥父亲表示赞同 却被轩哥母亲对了回去 轩哥母亲告诉志妍这是为他好 毕竟年纪轻生小孩恢复得更快 这是所有年轻人妻都知道的 表示自己会等轩哥到了再选他 然后转头走了 志妍苦笑地抬头 正好看到了帮过他的男女 男人提着酒瓶走过来 问他要不要香槟 又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小韩 在这家公司任职 志妍接过香槟 正好轩哥来了电话 轩哥告诉志妍他今晚回不去了 因为研讨会可能还有几天才开完 志妍很不开心 因为生日会是志妍努力了几个的结果 他希望勋哥得到勋哥的认可 但是他无法改变只能接受 正当志妍接电话离开的时候 小韩的上次过来跟他调侃志妍的身材 并且刺激小韩 人生真是不公平 有人坐拥性感正美 有人却打工一整天端盘子 接完电话的志妍一回身又看到了小韩 小韩再次询问志妍需不需要香槟 志妍拿了一杯然后离开了 小韩看着志妍换下来的被子 缓缓地抹下了志妍蹭在杯子上的口红 生日宴会仍在继续 志妍躲到了游泳池旁 一边喝酒一边自拍 他翻越相册看着和勋哥一起的合照 格外思念勋哥 他喝光了一整瓶红酒 眼神逐渐迷离 小韩又走了过来 邀请志妍一起喝酒 志妍用脚举起杯子 小韩却把酒扔下了泳池 志妍跳去泳池看下岸边 岸边空无一人 小韩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想轻薄志妍 志妍反手给了他一个大笔斗 转身要走却又被拦了回来 小韩抢吻了他 不知何时天空下起了雨 二人在雨中超越了普通男女之间的友谊 第二日志妍被闹钟所叫醒 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他 他来到了前夜放纵的泳池边 地上的高脚杯仿佛在告诉他这一夜不是梦 小韩回到公司 上司给他安排了工作 无意间看到小韩的后辈 调侃他是不是和志妍度过了美好的一夜 小韩没有理他 转身走了 志妍同时面对勋哥和闺蜜的信息 心乱如麻的他果断选择了过去帮助闺蜜处理工作 另一头小韩无心做事 脑子里全都是志妍的身影 他躲在楼梯间看着志妍的照片 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和志妍超乎寻常的那一夜 志妍接到勋哥回家 勋哥对他讲话 志妍却心不在焉 心虚地说着自己很好 勋哥提出即使再忙两个人 也要一起准备婚礼 志妍也表示了赞同 此时得不到志妍的小韩 开始上演了替身文学 志妍已经逐渐要放下这件事的时候 小韩发现自己怎么也忘不掉的 在志妍和闺蜜庆祝项目的成功时 小韩送来了写着我爱你的花束 志妍以为是勋哥送的 直到小韩打电话来才知道真相 并且小韩道歉说那天几乎是半强迫志妍 志妍表示事情都过去了 然后挂断了电话 随着太过思念志妍的小韩 居然把通话录了音 在挂断电话后反复听到深夜 小韩知道了志妍的住址 总是深夜闯入志妍家里来偷K志妍 志妍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依旧正常生活 又是一天清晨 志妍刚刚跑上步 便迎面撞上小韩 小韩上前搭讪 志妍敷衍应对 这一天晚上 志妍和勋哥陪父母吃饭 小韩却一直不停地给志妍打电话 志妍不耐烦地接了 小韩表示是有东西要还给他 于是二人约定第二天见面 小韩拿出了志妍的照相机 说这是志妍那天丢在泳池的 他觉得很重要 所以特意还回来 并且他还对着志妍表白 志妍已订婚为理由拒绝了他 希望他不要再来打扰 回到家中志妍翻看着相机 却在里面发现了小韩的照片 小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翻出了志妍庆功会的邀请函 庆功会上 志妍接受着众人的吹捧和夸奖 他感到非常自豪 在他去找工程蓝图的时候 小韩出现 原来他早就见来了 躲在角落里等着志妍落单 志妍让他出去 否则他就要叫人了 小韩却毫无畏惧 这是迟迟未归的志妍 引起了闺蜜的注意 闺蜜前来寻找 小韩把志妍挟持到了卫生间 志妍为了那一夜 不被暴露支走了闺蜜 他又答应小韩第二天 一定会去找他 小韩相信于是离开了 第二天 小韩左等右等去 怎么也等不来志妍的电话 他意识到志妍欺骗了他 于是他开始了替身文学 结束后他越想越进落火攻心 把摩托车开到了180买 赶去了志妍的公司 志妍远远地看到了小韩 急忙躲上了楼 他告诉闺蜜如果有人来找他 就说他不在 果然小韩进了公司 闺蜜迎了上去问他找谁 他说找志妍 闺蜜告诉他志妍出差了 小韩问志妍何时回来 闺蜜说不知道 小韩性性地离开了 闺蜜询问志妍到底发生了什么 志妍实在承受补助压力 告诉了他事情的始末 作为闺蜜奴的闺蜜 自然受不了志妍受一点委屈 他决定去掉小韩理论 志妍劝告闺蜜不要惹怒小韩 因为小韩就是个恶人 他不能让闺蜜引火烧身 闺蜜却觉得大不了还会有警察 坚持去了 待他找到小韩的时候 小韩正在擦拭他的摩托车 他警告小韩不许再接近志妍 并且给他留下了一笔钱 却没看到他离开时 小韩望向他愤恨的眼神 闺蜜走后 小韩又挽起了替身文学 当夜小韩站在志妍家外 发现志妍并没有离开 他等到二人都入睡 给志妍发取信息 威胁他出来 志妍害怕事情败露 只好出了门 小韩愤怒地掐着他的脖子 枪毙了他 他有苦难言 只能警告他离开 勋哥对此全然不决 这一天 勋哥在地下车库被人袭击 生命垂危 志妍收到消息 立刻赶到了医院 他听护士说幸亏有人发现送来医院 否则勋哥当场下陷 志妍虽有猜测 却不敢肯定 医院也没有留下那位好心人的联系方式 当警察问起时 他敷衍了过去 志妍开始天天在医院陪护勋哥 见不到志妍的小韩又来左腰 他来到了医院探望勋哥 护士介绍这是送勋哥来医院的好心人 志妍仿佛知道了什么 勋哥热情地与小韩打着招呼 并且将二人互相介绍 他不知道的是 二人早就深距离地接触过了 小韩当作初次见面一样 志妍有些尴尬地与他握了手 而后找理由离开了 志妍来到了警局 向警察实名举报小韩的罪行 警察叫来了小韩 小韩却把一切都叙述得非常合递 听起来毫无漏洞 警察无奈只好放了他 出了警局 小韩咬牙切齿地质问志妍居然敢报警 志妍没有理他 没几天 有个觉得情况不对警察查出了真相 因为觉得小韩看向志妍的眼神是色迷迷的 于是认为事情并不简单 加上这种人非常擅长作假身份 经过不懈的努力 他终于查到了小韩的底细 原来小韩有续伤人 未成年抢劫等多种罪名 而且两年前他跟踪过一名女教授 女教授提出控诉 他们很难和解 结案后女教授便失踪了 警察们看到了小韩的案底 很是担心志妍的安全 与此同时 小韩怨恨着志妍闺蜜曾经用钱侮辱他 于是闯入公司 这一杀了志妍闺蜜 又去了志妍家里 志妍表面配合 却案底给了他一酒瓶子 小韩虽然被打猛了 但是凭借本能 依旧想和志妍深入交流 志妍拼死反抗 但男女力量悬殊 就在志妍即将被小韩得逞的时候 勋哥出现了 他惦到未婚妻被人侮辱 怒火中烧 随手拿起武器像疯了一样 猛砸小韩脑袋 小韩在经历了二人的攻击之后 终于下下了 志妍也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躺在泳池边上 小韩正端着酒杯向他走来 志妍一时间分不清 这究竟是猛还是重生